這裏是廣州環市路 港安大廈和亞洲國際大酒店 今天我要來環市路的興越酒家飲茶 廣州的興越酒家致命度非常高 這裏是興越酒家的正門口 這塊石頭對著路口 應該有風水作用 對面就是廣州電視台和63層 63層現在叫王冠假日酒店 這間興越位於港安大廈的首層 而在港安大廈右邊的亞洲國際大酒店 在五樓有一間月滿堂酒家 月滿堂酒家屬於興越 但我自己最喜歡來電視台對面地鋪的興越酒家 首創招牌樓沙蓮蓉壽土王 增城小樓竹坑雞 148元一隻 這裏放著各種過年的糕類和辣味 各種和辣味有關的菜式 亦實物放在這裏 給客人參考 價格和食材一目了然 就快過農曆新年 當然少不了售賣盆菜 他們的盆菜有四種規格 各種盆菜、辣味和過年的各種糕類 都可以在這個冰櫃選擇購買 廣州人過年就肯定少不了食糕了 如意步步高升 興越酒家獲獎無數 廣州興越餐飲有限公司 由香港著名的廚王劉偉良先生 在2008年創立 興越酒家是非常出名的粵菜食府 以經營傳統的港式粵菜而聞名 牆上掛著很多劉偉良先生和各界名人的合影 以及關於他自己的介紹 這幅畫是梁甘泉先生的丹麗圖 梁甘泉是知名畫家 各種他們的名菜介紹 除了包心赤土還有北京片皮鴨 興越酒家也是國家五鑽級酒家 這間在我心目中是實至名歸 他們也推出了超值歡聚套餐 有1688元和1988元兩種可供選擇 每逢到中午吃飯 一樓肯定是坐滿的 我們就上了二樓 二樓暫時還有一些空位 一般遲少少也會坐滿 客人用的筷子是白色 工筷是黑色 結合一大堂 唇一堂 不用帶點心 其他十分 菜市場 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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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 看這張點心紙 他們的點心份量不大 每個都很精緻 來 興越酒家喝茶 最好是三個人或三個人的倍數 因為他們的點心很多都是一碟三個 轻月酒家亦推出了亲民的套餐和特价菜 很多特价都是针对午市 所以中午来的人特别多 他们有几款点心 就是刚刚做好由服务员拿出来售卖 酥皮鸡蛋撻 蛋撻尺寸小于平时吃的蛋撻尺寸 物汁叉烧酥 大小形状有点不同 绝对是手工制作 古法瓦餐鸡布匙套餐 鱼钉加598 糖食价898 说真的他们的优惠菜式优惠幅度都比较大 叉烧酥味道非常不错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酥不太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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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是镜面 酥皮看上去也很美 很走真 蛋撻不错 比叉烧酥好 这里烧鸵才88 发现他们现在很多菜式价格都比较亲民 还有一些红酒的推广 推荐的四款都是400元以下价位 各式怀旧小菜售价都是68或者58 可选择的种类也不少 一共点了9款点心 喝一杯茶 这一煲就是芥菜咸骨粥 一煲38元 粥底不错 醃的咸骨很好吃 一煲粥有5碗 全中国最好吃的叉烧包 由松由柳鸵 请趁你吃 好 他们说是全中国最好吃的叉烧包 皮够松软 看看里面的馅 有汁够令身 而且他们的叉烧是刺成一片片的 很有质感 黄沙猪潤烧买 一份26元 这款点心 现在比较少见 蜂巢炸狐角 一只像冰邦球那样大 一份24元 这是他们的首创招牌 榴莎莲瘦土王 9元一只 生煎罗汉包 24元一份 猪潤烧买 猪潤一定要切得够厚 以前的人做猪潤烧买 是先蒸烧买餡 烧买差不多熟的时候才放猪潤 因为猪潤熟的时间比较短 如果和烧买一起蒸 猪潤就会很粗 而轻悦的猪潤烧买 就认真不错 这么怀旧的点心 现在真是很难吃到 蘿蔔千层酥 一眼看下去就知道 层酥好美 蘿蔔酥同样 已经没什么酒楼肯做了 全部都改成了榴莲酥 因为榴莲酥的利润高 比蘿蔔酥 生煎罗汉包 里面的馅就是素馅 这个包的味道就普普通通 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这层酥真的够漂亮 蘿蔔酥吃起来就外酥香 内软滑 真是很难得可以吃得上 这么传统的蘿蔔酥 蜂巢糊角 比较细 蜂巢飞得很漂亮 皮松脆 芋头软滑 不过吃得出少少的臭粉味 做护角肯定要加臭粉 不过整体味道已经非常不错 除了点心师傅 普通人就是吃不出这种味 并不影响整体口感 他们首创的莲蓉榴莎瘦土王 肉眼可见到莲蓉和榴莎餡 就是榴莎的 大黃金黃色 餅乾淨好多味道 所以說是首創劉家山 裡面的唐嘴是一粒粒的 沒有用 牛沙 牛沙主要有沙 要有沙 有沙 埋單加1$265 興宇點心的整體水準打分 我給了90分以上 興宇的出品一直都比較穩定 也是我自己在廣州喝茶比較深水的地方 停車場的車幾乎全部都是來興宇吃飯的 興宇的口碑一直不錯 出品質量一向保持 就是它有口碑的原因 我喜歡分享我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